1989年天安门世卫抗议 2011年香港民主化运动 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 西藏独立运动 维吾尔族民族主义 法轮功等等 还有毛泽东 习近平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及118名异议人士 这些都被中国视为敏感内容 不能出现在书中 根据澳洲雪梨程序报23日报道 澳洲出版商已经从中国印刷业者 接到这份敏感词清单 只要书籍中有这些词 且不愿相改 就无法在中国印 并指出澳洲已经有出版社 因为童书地图上的西藏标识问题 取消了出版计划 澳洲世纪报也有这份敏感词清单 台湾作家严泽雅就在脸书警告 当心中国官方的审查渗透 并表示中国词句已经伤害到澳洲出版自由 被印深深放弃一本同书出版的澳洲出版社 共同创办人格兰特 告诉雪梨程序报及世纪报说 中国对地图绘制问题非常敏感 他们认为的边界才是边界 而不是国际法上所定义的 报道指出 由于在中国印刷彩色图画书便宜许多 因此有些出版商选择在中国复印 但却无可避免受到审查 报道引述被指控领导2011年 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异议人士吴乐宝 现在是澳洲公民的他表示 中国越来越具侵略性 想将中国的审查制度扩展到西方国家 特别是澳洲 因为澳洲有很多中国人 报道还引述一名与中国出版业 有工作往来的印刷业消息人士表示 审查规定在澳洲存在依旧 但相关当局最近突然加强审查力度 他说到中国现在检查每本书都非常非常严格 完全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 影响到所有在中国印刷的公司 他建议出版商避免提到清单上所列出的项目 西闻时事报记者最运算整理报道